BTS的Butter连续7周在美国告示牌百大热榜占据守卫后 第8周把第一名接力棒交给Permission to Dance 第9周Butter再次重回榜上冠军 正在创造只有BTS能打赢BTS的战略模式 可是在接下来第10周的榜单走向 美国Billboard已提早预测了排名不是BTS 而是其他歌手空降冠军宝座 以下赶快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美国告示牌会在当周正式榜单公布后 先提前做个下周榜单的早期预测排名 然后在下周正式排名发表前夕 还会再公开一次最终预测 共两种版本 在上周告示牌百大热榜的早期预测中 公开了由美国歌手纳斯小子和杰克哈洛的合作歌曲 Industry Baby空降第一名的预测排名 而BTS的Butter则被预测将落至第二名 纳斯小子Industry Baby的MV 出现了与伴舞者们一起裸体跳舞的场面 指引马赛克处理重要部位 引起了许多话题 因此在流媒体播放数据上 获得很高的分数 听到这一消息的美国阿弥们开始团结起来 更加努力支援Butter的各种数据 结果推翻了告示牌的早期预测 告示牌在最终预测中 又把Butter排在了第一位 而隔天实际的正式排名结果出炉后 与最终预测差不多 Butter依旧排在第一名 Permission to Dance则在第九名 纳斯小子与BTS也有一些缘分 他于2018年发行一首乡村老街的歌曲 最初在抖音平台上开始流行及窜红 获得很多的曝光量 后来这首歌曲在2019年4月份时 登上告示牌HUB100榜冠军 并缠连共19周冠军打破历史记录 成为沸腾美国嘻哈乐坛的饶蛇歌手 他与BTS曾在2020年1月时举办的 第62届葛莱美音乐奖上合作表演过 也曾于2019年7月在纳斯小子的提议下 找来BTS南郡参与乡村老街混音改编版本 首尔老街的合作 纳斯小子在之后也透过各类节目 透露想与BTS合作 期待这波疫情结束后 可以看到他们的合作舞台 也挺想看BTS及红法艾德的合作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